- 黑暗洛克人EXE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對於這次推出了黑暗洛克人EXE 大家是不是感到比較陌生呢? 沒關係 這次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要介紹黑暗洛克人EXE 就不得不把洛克人EXE4的故事劇情給大致介紹一下 洛克人EXE4在故事的進行上 是以三大錦標賽為主 以帶來原本八個章節的遊戲方式 在遊戲中 當熱斗和洛克人EXE與對手進行戰鬥之前 他們都會先進入一段支線劇情 除了幾個重要的推動劇情的對手之外 其他的對手基本上都是隨機分配的 也就是說 如果從頭開始玩的話 你在錦標賽中遇到的對手可能會在上一次不太一樣 洛克人EXE在4代之後喪失了形態轉換的能力 取而代之的是 他會在擊敗對手之後 與他的靈魂產生共鳴 竟然在之後的戰鬥中使用晶片施展技能 讓我們稍微拉回來一點 回到黑暗洛克人EXE是怎麼誕生的話題 一進入遊戲 太空觀察中心就發現有一顆小行星 正在朝著地球直接衝過來 觀察中心打算招募全球人才 一起來演你 要如何讓地球度過這場浩劫 那我們把鏡頭回到熱斗身上 當熱斗和他的爸爸正在外出購物時 一個意外的反派 陰影人 他正在網路中吸取其他網路領航員的能量 熱斗於是進入網路中與他對戰 但是在戰鬥結束的時候 他掉落了一枚黑暗晶片 洛克人EXE在撿起了這枚晶片之後 對他造成了潛在的影響 只要是觸摸過黑暗晶片的領航員 就算沒有使用他 也會帶給領航員負面的影響 而隨著劇情的推練 在贏得第二場錦標賽的同時 反派BOSS 雷射人 引發出了洛克人EXE的黑暗面 而黑暗洛克人EXE也就死誕生 在Dive裡面的黑暗洛克人EXE 就是承襲了靈魂共鳴的特性 他的技能特點就是 隨著時間過了越久 他的攻擊力疊加也會變得更加強大 大家如果對上的黑暗洛克人EXE 一定要非常小心應對 以上就是這次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